可以的话,不显不出我的身份地位 对,所以我一定要找最贵的 OK,对 那当然就没有办法了,每个人要的不一样,真的 OK,所以 其实这个,就是你可以再加一个order 另外,刚刚有提到就是说,还有group groupby,groupby这边也有 groupby就是说你可以把它群组起来,有点像遗族重复 但是问题在这边的话 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下一次指令 就直接全部查,因为groupby之后的话,变成说 他就把它group起来了 那有一个上,那是不是那边有密 你说哪一个 对,这边也可以,他也可以有支援上 你说把那个套在这里吗 可以试试看 OK,不过这个都要试,因为像siveviva 真的可以玩得非常的复杂 开这个database 那开完之后的话,你在exque里面,你可以下 有没有,slate的所有front market 01,他也会帮你把所有东西都列出来,你可以在这边试 试的,你难为用那个中文这个ram 对啊,没关系啊,反正就照样啊,只是说打的比较多 你说用abc比较快是不是 这个没关系啦,这两可,OK 所以这里面的话也可以下指令,你也可以在这边下sql 然后最后的话exque他,exque query 他会最后把结果列出来,如果你在这边试OK 那你再把你试的那个东西 放到python的 这边来执行的话 应该也就没有问题,所以有的时候我会在那边试啦 确定OK之后,我再把它贴过来,再修改一下那一串 所以其实 通常还是会 熟悉这个sql语言 所以sql语言,你不得不把它 还是要花一点时间 所以至于那个细节部分的话,可能请各位自己在玩玩看 刚才有用一个heaven heaven这个可以吗 他有一个mini mar的,mini mar 西部最小型 mini mar其实也或许可以,其他还有其他的那个方式 都可以来应用,不过这个可以试试看,如果有更好的答案 你再告诉我一下 那你可以再把它补充进来 OK 那刚刚的范例的话,请各位就自己再试试看 这边有移除重复的品名,然后之后的话就把结果给列出来 那待会的话,所以我们csv的练习大概就先到这边 后面的话呢,我们还会针对最重要的像json 像那个xml 做练习 也就如果你这些 答案格式都可以很轻易的抓取,并且 把它解析 放到database 的话 那之后你就会很简单,因为你要产生报表就比较容易,因为database之后你要撈资料 只要slate的熟悉,你就可以很容易轻易做出你要的报表 那之后的话,如果你要做画图的动作 很简单嘛,你只要有资料,你要画图就很简单的 但如果你没有资料,你怎么画图,什么都不行 OK,所以最关键的地方 还是在资料库 OK 等一下的话,请各位再到那个 下一个范例 稍微了解一下 下一个范例的话,就是也是一样 行政院的环保署的open data 里面的话,各位可以看到,这环保署还蛮贴心的 基本上就提供给你三种格式都有了 CSV也可以 然后Json也可以 XML也可以 所以你们可以把刚刚的练习改一下 改成这CSV点下去 不过他点下去是不是直接就下载 对,直接下载 所以第一步先开起来看看 乱码 UTL8 OK 所以好像大概都很直觉 如果乱码的话,那我要怎么去看里面的东西 其实很简单 一样到哪里呢,一样到下载里面 我们刚刚下载,按右键有没有 用那个 Edit Notepad Plus 所以第二步 看一下 它里面的结构 它里面结构一样是栏位名称 后面一样是 CRLF OK CRL 所以一样是 反斜线R 反斜线N 一样 里面有没有什么不要的东西 好像有没有空白 它有空白,可是这个不能拿掉 这个是Date Time 后面的Time你不能拿掉 变成 错误的格式了 因为之前我们Date Time只放Date 这是放日期 没有放,这个有时间 所以 不确定它这个格式是不是标准的Date Time 如果标准也放不进去 反正会出错 如果会出错,你可能要转换 变成标准的日期时间格式 然后呢,总共这个地方有 123 4 5个栏位 所以5个栏位,5个坑 所以也许把它改一下 请各位试一下 转换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就是说 把 这一个 所以是行政院环保署这个 P2.5 然后一样 把它 丢到资料库里面 产生一个 一个table 叫PM25 的一个table 然后把这5栏一样丢进去 OK 然后呢,最后 统计 不过这边就没有重复资料 但是我们需要什么 P2.5 哪里的P2.5最严重 这个应该蛮及时的 这个一定是 我发现这个环保署 应该可能相 可能比较有人在管 所以 至少应该 时间对不对 对对对 这个 这个 对 刚刚那个 这太久了 都没有更新 那这个是随时 好像一个小时 会更新一次吧 而且他那个每个撤站 就是每一个每个IoT 比如像树莓派这种东西 你就随便 撤站任何一个地方 就放一个 然后呢 只要有P2.5的讯息 对不对 他就丢到Servor上去 Servor在统整之后 就丢到开放资料 我们就可以收到了 OK 所以车站越多越精确吧 所以像现在很多机器 里面如果内置一个什么 类似IoT的东西 我们就可以 随时侦测空气 温度 等等的相关的东西 也都可以 可以把它收集起来 那以后的话呢 所有的讯息好像都 就相对的会 更完整 而且更精确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当然可能需要官方跟民间一起吧 所以像什么IoT 是 民间也可以自己设 然后自己把 把你现在 侦测到的那个P2.5 直接传到 如果官方有一个接口 你就直接丢到他的那个Servor上去 那这样子的话 就会更精确 所有地方 P2.5的空气品质 马上就可以侦测到 不过看起来好像 以像 平常观测的情况 好像 真的那个中南部 那个空气都比较差 再来其次可能就是北部 那个 再来就往上 空气最好的一项就是哪里 台东 台东应该没有人 没有污染 对 再来宜兰嘛 所以东部的话 因为没有人就没有污染 OK 对 人家说台湾最美的风景 是 就是人嘛 后来好像就有人把它改 就是没有人 很多地方没有人太好了 其实有时候我还蛮喜欢去没有人 的那种景点 真的就 感觉 你就独享了在这边的那个 有时候像那个 北部啊 东部啊 其实很多地方其实都是没有人知道的秘境 但是 有点恐怖 因为偶尔会一个人会跑到山里面去 但是就是因为没有人 感觉是 很愉快 但是又有点恐怖 我太太说你不要没事一个人就往那个山山里面跑 因为之前 对那个像 什么 像淡兰古道啊 有些古道 现在没有人走了 就觉得那种 想要去走走看看 然后就会自己跑到那个山山里面去走走 然后网络上有个YouTuber 如果他也是这种 很喜欢往那种山里面跑的 他会拍YouTube影片 那我就看 我就跟着走 不 不一样的时间走啦 我会去走走看看 而且蛮有趣的啊 看一下那个 没有人走过的 地方 只是真的很荒凉 没有人 所以 OK 晒得比较黑一点点 请各位见谅 不是因为奸差当那个什么 板魔宫 板魔宫也是晒得很黑 可以 哦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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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